最近每当半夜我总会梦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在水中一直拽着我的脚, 每次我都会被吓得突然惊醒, 渐渐的我越来越害怕睡觉, 这晚我独自一人去了自习室, 准备在这学习到半夜再回去, 来到这只见早已人满为患, 我就只能选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看着书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直到晚上十一点在第一排还坐着一个女学生在那埋着头看书, 直到十一点半我早已困得睁不开眼, 可那女生还在那埋着头读书,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 只见她一动没动, 难不成她睡着了, 接着我就使劲的把书摔在桌子上, 声音非常大, 可那女生没听见似的, 还是一动没动, 顿时我就很纳闷, 就喊了一声, 你好同学, 仅是大门就要关了, 你还不走吗? 刚说吧, 那女生就缓缓站了起来, 正当她转头要看我的时候, 教室灯突然熄灭了, 顿时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就慌忙走向开关那里, 准备开下灯, 可还没等我走过去, 灯忽然又亮了过来, 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可当我转过身, 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 只见刚刚前排的那女生不见了, 懦大的自习室只有我一个人, 顿时我就觉得细思极恐, 就慌忙冲向门口, 可这时我才发现, 教室门早已被紧紧锁死, 慌乱中我使劲的摇晃着门, 边晃边大喊, 喂, 有人吗, 快给我嗨开门, 可我就这样嗨打了好几分钟, 门外仍然一个人也没有, 这时我集中生智, 赶紧掏出手机给室友打电话, 可偏偏这时候手机竟然关机了, 学校零点的主声又还这时候响起, 钥匙灯再次熄灭, 顿时我万念玉灭, 只好回到位子上, 趴下准备在这自习室度过一晚, 当坐下没多久, 突然有一双手拍到了我肩膀上, 我猛的转身, 可诡异的是身后空无一人, 我顿时害怕极了, 就大声吼了出来, 是谁快出来出来, 尽管我这样持续的大喊着, 可教室里仍然没人出来, 就当我打算放弃坐下时, 忽然听到有人说道, 是我, 你不记得我了吗, 只听到这声音里夹杂着一丝阴冷, 听后我禁不住毛骨俗然, 这声音跟梦里那女子声音几乎一模一样, 到底是谁, 快出来, 渐渐的在我眼前, 突然出现了一团模糊的影子, 那影子越来越清晰, 慢慢的形成一个人, 只见那人披头散发, 跟我梦到的那女子一模一样, 你究竟是人是鬼,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不是人, 我是鬼,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鬼, 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 看来你还是把我忘记了, 我是小倩啊, 七年前, 我们是关系很好的同桌, 可是在某个周末, 我们班集体去玩水上漂流, 我们俩不舍落水, 刚好当时我力气比你大, 就把你拖上岸了, 我却落水被淹死了, 突然, 我恍然大悟, 一夕记得七年前, 某天我在遗兰醒来, 发现自己失忆, 之前的记忆全不记得, 过几天我就要投胎了, 所以来找你想告诉你, 希望你能帮我照顾我的父母, 之后我就答应了他, 他也永远消失在了这黑夜中, 好事, 阿杰买了辆汤车, 接连不断出了很多怪事, 阿杰最近从一家快倒闭的车店买了辆车, 原本二十多万的车还是九成心, 阿杰竟用五万就买到了, 阿杰啊, 我说你这车干不干净, 小心是市府车啊, 别乱说, 车店老板可给我保证了, 这车是因为他店铺要关门了, 所以迫不得已才低价出售的, 刚好这个便宜被我捡到了, 你就别乱想了小仙, 看这造型多帅气, 可怪事还是在这晚发生了, 这晚时点, 阿杰和我吃完饭就开着车往家赶, 可开着开着他忽然赶到车内一场的冰冷, 可阿杰仔细想了下, 现在可是七月份, 而且又没开空调, 这么冰冷显然是挺诡异的, 算了, 都是自己吓自己, 这世上哪有什么鬼, 阿杰安慰了自己下, 就继续向前行驶, 可就在阿杰即将到家时, 忽然看到后市定理后座上正坐着一个无头的人, 阿杰顿时吓了一跳, 赶忙杀住了车, 可停车后, 阿杰往后看去, 车后竟什么也没, 看来是我真的太累了, 勾出幻觉了, 之后, 阿杰就再次开动车子回了家, 奇怪的是, 这晚阿杰做了个梦, 梦中有人一直在喊他, 晚上千万别开车, 乃说不干净, 切记, 切记, 阿杰顿时被惊醒, 可第二天却安然无恙, 阿杰接下来几天都是早上开车上班, 下午五点准时下班开车回家, 直到周五这天, 由于公司团建, 和大家一直晚到晚上十一点, 团建结束后, 阿杰刚来到车上, 就感到那冰冷的气息又回来了, 阿杰发动车子后缓慢的开着, 不停的看着后视镜, 总感觉那鬼会出现在他的后座上, 可那鬼却一直没出现, 可当阿杰转头看向前方时, 猛然发现, 那个湖头鬼出现在了他的挡风玻璃上, 正趴在上面直勾勾的对着阿杰, 阿杰顿时吓得魂飞破散, 就慌忙把车停在了路边, 逃命似的跑回了家, 进屋后一直坐在床上直到天亮, 阿杰就又来到了昨天停车的地方, 所幸的是车子仍完好不损地停在那里, 此刻阿杰觉得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太离谱了, 就找来了大师, 大师一眼就看出了这车的不对劲, 车上有一个冤魂, 可能是之前的车子, 他出车祸去世后, 一直跟着这辆车, 不肯投胎转世, 因为晚上阴气重, 他才好出来, 他不想有人在旁边打扰他, 这冤魂只想借住车, 再看看这世界, 不久他就会离开的, 阿杰, 你最近晚上都别开这辆车了, 否则会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敢保证, 阿杰听到这, 猛然恍然大悟, 还真被小千说中了, 原来真是事故车,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叶渊文不会伤害你的, 一个月后他会自行离开, 你只要坐到这一个月内, 晚上不开这车就好了, 阿杰之后一个月内就再也没晚上开过这车, 直到这晚, 他忽然梦到一个身着黑色衣服的男人对他说, 朋友, 我要走了, 以后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你放心的去开车吧, 但也要注意安全, 可别像我一样开快车, 结果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我只是舍不得自己的车, 想在走之前再陪陪自己的车, 现在有你了, 你好好地照顾我的车, 谢谢你。 从这后, 阿杰再也没有开车遇到过怪事, 但阿杰开车的安全意识却越来越高, 这件事发生在十多年前, 好机友阿杰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出生时母亲因难产去世, 就这样, 他和老爸相依为命, 每天老爸都会骑三八大杠接他上下学, 但阿杰眼看, 其他同学爸妈都开着小轿车送自己上学, 心里难免会有羡慕, 这天早上, 老爸骑车如往常一样送他去学校, 不要再经过一个小坑时, 车子猛一颠躲, 阿杰瞬间就被甩下了车, 但他老爸却没发现似的, 急着车一溜烟不见了, 阿杰一屁股赖倒在坑里, 早已疼痛的难以站立, 就只好坐在原地等待老爸来接, 可没想到的是半小时过去了, 老爸没有回来接, 却迎来了同学的围观嘲笑, 此时的阿杰脸面早已丢聚, 心里就得怪起了父亲, 可正这时, 乌泱泱的人群中迎面冲出了一个三发大杠, 只见那人正是老爸, 老爸慌慌张张的将阿杰抗上车, 带着他去了学校, 后来才了解到, 老爸原来骑车到了学校后, 回头一看才发现阿杰不见了, 就光芒去路两边的草丛里去找阿杰, 但没找到就直接冲进教室里, 发动全藩师生沿途来搜救阿杰, 但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 一时间阿杰因这件丑闻闻名全校从那开始, 阿杰宁愿走路上下学, 也不愿再让老爸骑车送他, 老爸也因这件事而觉得对不住阿杰, 就发誓要买辆轿车,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就报名了去吉隆坡的出国务工, 临近出发前, 还专门给阿杰买了部智能手机, 方便父子间的联系, 但除了老爸偶尔打来的电话, 阿杰却并没有怎么主动联系过老爸, 反倒是对摇一摇, 不尽的人玩得不亦乐福, 可突然有一天, 一个名为元气少女的美女头像加他为好友, 阿杰就赶紧通过了, 经过聊天才发现, 那个女生对他貌似非常了解, 此时阿杰就感觉不对, 就准备问清, 但那边却回了句, 我是你老子, 阿杰顿时就火大了, 就立马给他打去了电话, 接通后阿杰就一顿大骂, 可接下来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却出乎了阿杰的预料, 我真是你老子啊, 小杰, 嘿嘿, 我是怕你好友不通过, 所以故意换成了美女头像昵称的, 抱歉, 让你失望了哦, 顿时, 阿杰想到之前跟他各种暧昧的聊天记录, 忽然就感觉极其个硬, 就发誓再也不理老爸, 但这之后, 老爸似乎把, 阿杰微信当作了日记本, 有事没事就给阿杰汇报日常, 就这样, 直到老爸要回来的前一天, 老爸如往常一样跟阿杰发了条, 明天就要回家咯, 老爸给你带了好多好多外国特产, 期待着吧, 但第二天老爸却没有回来, 这是他记事以来, 老爸第一次对他撒谎, 东吴奶奶就赶忙过来告诉他, 他老爸坐的那架飞机在万米高空坠落了, 机上乘客至今生死未卜, 顿时, 阿杰就感觉心脏跳到了档面, 光芒拿起手机, 给老爸发了条消息, 之后, 阿杰一整天就守着手机屏幕, 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但现实的是, 老爸并没有回他, 眼看天色逐渐变暗, 阿杰的心理阴影也越来越大, 眼看着老爸往日送他上学的那辆三八大杠, 眼泪瞬间一涌而出, 之后, 阿杰找到了给自己带来安慰的方法, 每天时不时给老爸发消息, 就像老爸之前那样对他一样, 直到这天晚上, 阿杰破语实在思念老爸, 就给老爸发了句, 我干脆去找你好了, 可这时奇迹发生了, 直见老爸备注变成了对方正在输入, 阿杰顿时屏住了呼吸, 目不转睛的看着手机屏幕, 期待奇迹的发生, 但遗憾的是, 对方正在输入没停急聊, 又变成了老爸的备注, 阿杰一时间认为刚刚很有可能是幻觉, 就继续看着屏幕再次确认, 直见再次变成了对方正在输入, 此刻, 阿杰激动的心跳已经提到了嗓子言, 万分确定的认为这肯定不是幻觉, 就试探性的问了句, 爸, 但那边却再也没了动静, 就这样, 第二天上课时, 阿杰仍然忍不住掏出手机, 但发现老爸仍然没有回自己, 就这样, 一连好多天奇迹也没有发生, 而阿杰对老爸的思念却与日俱增, 这天放学时, 阿杰精神恍惚的走进了一个小巷子, 忽然一群小混混就拦住了阿杰的去路, 阿杰反应过来后, 就直接将奶奶早上给自己的小零食 乖乖的交给了混混, 陶儿对阿杰的态度很满意, 就准备领队转身离开, 但人群中忽然有人说道, 等一下, 我刚才还检查集头万收集, 陶儿一听, 就赶紧让阿杰交出, 但阿杰却坚决都不肯交出手机, 不行,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说不定他还会回复我呢, 陶儿听后, 二话没说, 就赶忙指使手下来搜阿杰口袋, 阿杰赶紧拭紧口袋, 这时, 陶儿用硕大的巴掌直接朝阿杰呼了过来, 顺时, 阿杰被打得头晕脑胀, 但手机绝不能被抢的念头, 一直支撑着阿杰, 阿杰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推开陶儿准备逃跑, 但这一推不仅没能逃走, 反而激怒了混混们, 所有的混混都气冲冲的朝着阿杰走来, 眼看阿杰马上就危在暂息, 突然, 一块砖头从天而降, 重重地砸在了头儿的头上, 头儿屠着捂着头坐倒在地, 远处传来了一阵怒吼, 快放开我儿子, 不然我跟你们拼了, 阿杰一抬头, 只见大老远处老爸正骑着三八大杠朝这边反来, 混混见状赶紧落荒而逃, 阿杰见到老爸赶紧激动地冲了上去, 可走进后, 阿杰正准备拥抱老爸, 雪落空了, 险些栽倒, 老爸二话没说, 只是微笑着看着阿杰, 突然老爸像散沙一般, 消失在了空中, 你轻轻地走过, 妈妈在风雨花重重, 每一滴一滴带走, 是我醒来的梦, 是在那天空上, 最美丽的云朵, 在阿杰二年级时, 妈妈被查出患上了癌症, 老爸花尽了家中所有积蓄, 依旧没能治好老妈的病, 姐姐从婆家回来见状后, 赶忙四处求神论药, 可最后却说道, 神说了, 咱家没有鬼, 只是老妈受命到了, 什么药都治不好老妈的病了, 老妈很快就去阴间报到了, 最多撑过过年就走了, 阿杰听到这, 早已满眼泪汪汪, 可阿杰老爸, 却因为完全不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 所以他并不在意爹爹说的话, 可巧合的是, 刚好在过年后, 老妈就离开了人世, 阿杰守在灵堂老妈的一体堂, 紧握着老妈那皮包骨头的手, 眼泪止不住的流, 儿子, 一天, 阴间就是一年, 你快让老妈去阴间报到吧, 不然的话, 老妈身体还在家里, 灵魂去了阴间会受大刑的, 你忍心老妈到了, 阴间还受苦受罪吗? 此时, 阿杰联想到姐姐之前说的老妈会在过年后去世成了真, 就觉得神的话真准, 于是就听了姐姐的话放了手, 葬礼后, 姐姐买来了很多纸钱衣服给老妈烧了过去, 阿杰就好奇的问姐姐, 姐姐, 咱老妈在阴间, 真的能收到这些吗? 当然能, 只要上了箱, 阴间就能收到这世上的信号, 妈妈就收到这些了。 从这后, 阿杰深深的嫉妒老妈逝去了阴间, 但还是可以与她联系, 之后, 姐姐回了婆家, 阿杰却每天因为思念老妈茶饭不思, 沉默寡言, 成绩也渐渐下跌, 被老师批评后受到委屈的阿杰, 就跑去了老妈的坟头哭泣, 晚上经常在梦中哭着醒来, 阿杰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 心里一直哼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 除了每周去老妈坟前几次, 其余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老师常常看到阿杰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东西, 就好奇地走过去, 可刚走近阿杰就赶忙藏起了那纸条, 但老师担心刺激到阿杰又不敢强行拿来看, 出于担心阿杰就把这事告诉了他老爸, 听了老师的话, 阿杰老爸很难过, 看到阿杰这么长时间不仅没接受老妈去世的现实, 反而越来表现得越异常, 就心疼不已, 生怕阿杰会出问题, 就想帮助阿杰重新振作起来。 周六一大早, 阿杰房间里的灯就亮了起来, 正在喂猪的老爸看到了这一幕, 就走到窗前, 只见阿杰正在桌子上写着东西, 一会奋笔急书, 一会又停下伤心哭泣, 见状后, 心中不免好奇阿杰到底写些什么秘密, 于是阿杰老爸忽然灵机一动, 将猪圈门故意打开, 让小猪跑了出来, 然后大声叫着让阿杰帮忙, 把猪赶进猪圈, 阿杰听老爸声音紧急, 也顾不上将纸条藏起来, 直接急着去追小猪了, 老爸趁机跑进了他的房间, 只见桌子上放着几张信纸, 还有几封信, 信上写的全是寄给阴间的王翠花妈妈, 老爸拿起看了下, 只见信上写着, 亲爱的妈妈, 你去了阴间快四个月了, 我寄给你有近二十封信了, 你为什么不回信呢? 姐姐对老爸说了问神的话, 我相信是真的, 你果然吃药没用, 刚过了年就去了阴间, 你在阴间受苦了吗? 姐姐说, 我们烧给你的东西, 你是能收到的, 所以姐姐她拼命的买给你, 可我烧给你这么多的信, 为什么不回呢? 哪怕是一封呢? 妈妈, 如果我这次烧给你, 你依然不回信, 我敢断定, 你一定是在受不受罪, 那我就到阴间去救你, 你等着我来。 看到这里, 老爸才知道, 阿杰在这小小年纪, 就因为受姐姐影响, 中了迷信的毒, 这也难怪阿杰没几天, 就去老妈坟头, 老爸沉思了悔儿, 心想三言两语, 很难说服阿杰, 看来只能以毒攻毒了。 四日, 阿杰来到老妈坟头, 烧完信后, 不停地跪拜着, 可正当他结束后, 准备离开时, 忽然从坟头后面, 跳出一只很大的蛤蟆, 奇怪的是, 这蛤蟆后背背了张黄色的纸条, 阿杰将那纸条取下, 打开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小杰, 我里乖儿子, 妈妈在影检, 做得很好, 当时你的不动事, 让我可能会受苦受罪, 还可能被下游过呢, 你不安心都市, 不停老实和你爸的话, 不动地照顾自己和你爸爸, 还想来招我, 你怎么这么傻呢, 你的一切, 我在影检, 都是指导力, 你不能广记着我,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回信了, 即使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给你回信理时, 只要你过得开心, 我在影检, 才能过得好, 看完信后, 阿杰看着口吻, 却信了是老妈写的, 于是就决定按信上的赌托去坐, 回到家后, 阿杰将这封信锁了起来, 只有在受委屈, 或是太想妈妈时, 才去看下, 从这后, 阿杰开始认真读书, 按时完成作业, 并且变得狠听老爸的话, 老爸看到阿杰重回正轨, 心中压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后来, 阿杰虽然知道了那封信是老爸写的, 但也没再提及, 并且还去劝姐姐远离迷信, 相信科学, 那天晚上遇到的那个女孩, 让我直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是在一三年的一个盛夏, 我在南方某城市酒吧工作, 有一天上班时, 我们楼下摆满了一堆花圈, 上面还有一个女孩的照片, 看上去是个长相清秀的女孩, 人群中是议论纷纷, 好多人都说, 这女孩是非正常离世, 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清楚, 顿时, 我就觉得这女孩在这么美的年纪, 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真的好可惜, 由于马上就迟到了, 我就没管太多, 就赶紧上楼了, 晚上下班时, 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 工作一天的, 我极其的疲惫, 想着赶紧回住处, 去睡觉了, 可就当我走到楼下的停车区时, 高能预警, 投币点赞, 厄运退散, 发现有两个黑影在前面不知道做什么, 我就赶忙过去看了下, 走近才发现是一个体型较大的男人在抱着一个女孩, 那女孩好像一直在挣扎, 我就觉得不对劲, 就准备上前置之, 可还没等我动身, 那男的就扛起来, 女孩跑了, 我慌忙追赶了上去, 只见那男的扛着女孩走进了一个小巷子, 我也在后面追赶着, 可追着追着, 那二人就消失在了巷子的一个红色铁门旁, 我上前看了下, 那铁门分明是被紧紧锁住的, 但刚才那两个人去哪了呢, 这时候我就很是纳闷, 但一想到那女孩的安全, 就赶紧拿出手机报警了, 之后我就往我的住处走, 可就当我快到家时, 忽然听到背后有个女孩叫我, 我回头一看, 这女孩长得很清秀, 她向我走来, 主动的跟我搭起了话, 我们一路走着, 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 感觉有说不完的话, 经过一个便利店时, 她进去请我吃了个冰淇淋, 那个冰淇淋的味道是我至今吃过最好吃的, 就这样, 我们边走边聊, 呼一会儿就到了我的住处, 她微笑着跟我告了别, 就消失在了黑夜中神奇的事, 回到家中感觉这一天的疲劳全然消失了, 那晚我睡得特别好, 第二天一大早, 我忽然刷到了公司楼下死去的那个女孩的案件被查破, 死因正是晚上下班时被一男子猥亵杀害, 而且正是在昨晚我报警的那个红色铁门内, 我顿时恍然大悟, 昨晚所发生的一切和早上看到的那个死去女孩的照片, 终于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原来我帮了这个女孩,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保护她的吗, 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 她渐渐忘了我, 但是她并不晓得, 偏提铃声的我, 一天也没再爱你, 那次去山区旅游遇到的, 那个诡异男司机, 背后的故事真的感动到我了, 那天傍晚, 我由于在大山里迷了路, 无论怎样都找不到跟室友们约好的集合地点, 我试图打电话, 但大山里完全没有信号, 眼看着天色渐暗, 我便越来越感到害怕无助, 可正这时, 忽然一阵响亮的汽车喇叭响起,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辆小轿车已经开到我面前, 司机想我问道, 你要去哪儿, 我拉你一程吧, 我就说出了和室友的集合地点, 于是就上车拉我过去了, 一路上, 我和那司机闲聊着, 你是沙雕镇人吧? 对啊, 我在沙雕镇工作过很长时间, 你们那口音我一听一个准儿, 而且, 我女朋友也在那呢, 正说着, 那司机手机忽然来了电话, 但他却没有接听, 只是微笑着对我说, 这是我女朋友打给我的, 每天这时候, 他都会打给我, 但他不需要我接听, 他只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想念, 哈哈, 你们的爱情还挺有意思, 说吧, 那司机并没有回我, 沉默了好久, 忽然低沉地说道, 我很爱他, 但他每天这样打我的手机, 我很心疼他, 我现在又回不去, 不能见他, 你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不要再打了, 顿时,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出于司机帮我的情况, 我又不好拒绝他的请求, 于是就答应了他, 不知开了多久, 车子终于到了我和室友约定好的集合地点, 下车后, 司机再三请求我, 让我不要忘记去向他女友传达他的话, 我纷纷点头, 之后, 我走了没几步, 忽然看到了室友阿杰和丁丁, 瞬间热泪盈望, 好像和他们失联好多年一般, 回到学校后的第二天, 我一大早就按那司机吩咐的地点去找他女朋友了, 只见那女孩滋容俏丽, 但却流露着浓浓忧伤, 我向他说起他男友的吩咐, 但他却非常惊愕地问我, 他让我不要给他打电话了, 难道你真的见到过他? 是的, 你是不是每天傍晚都会给他打电话? 是啊,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于是, 我就把昨天傍晚的经历一无一时地告诉了他, 可他听后却哭了出来, 高冷预警, 炒币点赞, 厄运退散, 可是他明明已经去世了半年了呀, 看着他手机照片上运朗的男生很明显, 他就是昨天在我那司机顿时, 我不禁地害怕起来, 但那女生却缓缓给我讲述起了半年前那件事, 原来半年前的每天傍晚, 男主都会开车经过那个山区来接女孩下班, 并且快到达时都会给女孩打个电话, 就这样二人的感情日渐升温, 于是, 二人就决定不久后结婚, 但就在这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日子, 男生如往常一样开车去接女生下班, 可经过这片山区时, 却因为道路滩塌不甚坠崖, 就这样女生一直无法接受男友毫无征兆的去世, 就坚持每天傍晚时给去世的男友打电话, 哪怕永远都打不通, 但这也是他宣泄自己对去世男友刻骨思念的唯一方法, 不知为何, 听完他的描述, 我却再也不因为昨晚看到他去世男友而害怕, 反而深受感动, 不由的为世事无常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 再次见到他的那一刻, 我真的累本了, 我叫小仙, 最近刚入职了一所学校, 成为了这学校的宿馆, 和我一起入职的还有大壮, 话说这学校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大火, 把整栋宿舍楼都烧掉了, 所幸当时学生正在上晚不息, 人员伤亡并不严重, 但在学校宿舍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闻, 半夜去走廊尽头的厕所时, 如果有人从背后拍你肩膀, 千万不要回头, 并还要说我不是沙马特, 即可保平安, 如若不这样做, 具体结果会怎样,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没人敢尝试这晚, 和我一块入职的同事大壮, 当他半夜巡视宿舍走到走廊尽头的厕所旁时, 忽然被人从背后拍了下肩膀, 忽然他就想起了那个传闻, 顿时就怂了, 吓得不敢动弹, 结结巴巴的说, 我不是沙马特, 说吧, 等了半天, 身后没有任何动静, 他就大胆回头看了下, 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和校长, 顿时, 我就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 校长却一本正经的对我说, 你别整天戴着个帽子, 还有, 把发型搞得沙马特一点, 直接说完, 我是沙马特后就回头, 信不信吓死你, 听了校长的话, 我不仅没感到害怕, 反而兴奋起来, 好, 听您的, 我现在就去搞个沙马特发型, 做好了发型后, 当晚, 我就去宿舍楼查寝了, 半夜时, 传闻的那个事真的发生了, 当我走到走廊尽头的厕所时, 突然感觉背后一阵寒气袭来, 风吹了起来, 紧接着, 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肩膀, 我犹豫了会儿, 就说, 我就是沙马特, 说吧, 光突然就停了, 内阵背后的寒气也没有了, 高能御警, 炒币点赞, 厄运退散, 我别做仇, 看到的是一张少年的脸, 终于找到你了, 快走, 失火了, 忽然, 我眼前火光一闪, 等我缓过身来, 漆黑的走廊里, 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了, 接着, 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多年前, 那时, 我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那晚, 其他学生都在自习室上自习, 整个寝室楼, 只有我和阿杰在寝室打电动, 玩着玩着, 我俩肚子都饿了, 但我又不想下楼去买吃的, 这时, 阿杰就说, 你个沙马特, 真懒,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这个大哥来养你, 说吧, 想吃啥, 我给你买, 吃个面包吧, 还有, 你还好意思说我沙马特, 自己不也一样吗, 我这是潮流, 你那是沙马特, 说吧, 阿杰就笑嘻嘻的去买东西了, 但阿杰刚走不久, 寝室楼就着起了火, 眼看大火就要蔓延到我这, 我就赶紧跑下了楼, 下去后, 忽然听到楼上有人在叫我, 沙马特, 你在哪, 快逃啊, 着火了, 我仔细一听, 是阿杰, 他应该是又回来叫我了, 可随着火势的蔓延, 阿杰的叫喊声越来越小, 渐渐的再也听不到了, 后来, 得知了阿杰在大火中遇难的一切, 那次旅游颠覆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那年我和爸妈一块去了某山区旅游, 玩了一天的我们, 在傍晚时分回到了住处, 但当时的我还觉得一游未尽, 就一个人悄悄的溜了出去, 当我走到离民宿不远的一个小院子旁时, 忽然看到了一个身着汉服的老人挑着水走了过来, 顿时我觉得很好奇, 就上前问了下, 爷爷你这是要去哪呀, 挑水干嘛呀, 您穿着古代衣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但那老人却没听见似的, 依旧挑着水往前走, 我就继续跟着他盘问着, 终于被我问得不耐烦的老人停下了脚步, 平静的对我说, 孩子, 你是不是很喜欢小动物, 来我家看看动物吧, 可不知为何, 当时经常在学校被灌输锦防陌生人教育的我, 此时竟然完全不觉得这老人对我有乐意, 只觉得他给了我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于是我就直接答应了他, 好呀, 爷爷, 你家是不是很远呀, 不远, 我住的地方就在前面的院子里, 来到了老人家里后, 我顿时惊呆住了, 尽管屋子很小, 但却非常的干净整洁, 并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土炕, 上面躺了一只小奶猫和小狗在一起睡觉, 炕的旁边还整齐的摆放着几个铁笼子, 每个笼子里都握着一只鸡, 但奇怪的是, 地上不但没有鸡的粪便, 连鸡毛都没有, 已经到了一尘不染的地步, 我看到猫咪感觉很兴奋, 就上前去抚摸他, 猫咪不仅没有反抗, 反而还很亲我, 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 那老人就突然对我说, 好了孩子, 天不早了, 再晚一会你就不好回去了, 爷爷, 我这两天都在这附近的民宿住, 明天可以再来你这玩吧, 只见老人不知从哪拿出了一只漂亮的花, 递给我, 好啊, 你先回家再说吧, 我接过花, 高兴的跟老人道了谢, 就跑回了住处, 兴奋的给父母讲起了这件事, 但父母却拾口否认, 因为我们居住的民宿旁, 根本没有其他房子, 高兴语经, 透笔颠胆, 博人颓散, 我就硬拉着他们来到了刚刚那个老人家的位置, 但眼前只有几棵树, 哪有什么房子, 这时我突然想起老人刚刚送我的花, 就慌忙掏出, 想给爸妈看一下, 但掏出后却是一根木草棍, 之后父母认为我是看花眼了, 但我非常肯定, 那绝对是真的, 你拿来他走了, 你拿来他走了, 这天下班后, 我身心疲惫的回了家, 来到卧室, 就一下子攀在了床上, 一动不想动, 尽管肚子饿得要命, 可就在这时, 忽然从客厅传来了奶奶的声音, 仙儿啊, 回家也不把东西收拾好, 看这房间乱的, 这习惯可要改改啊, 不然可找不到媳妇儿, 我随口就回答了句, 好好, 好, 奶奶, 可这时, 我忽然发现了不对, 我此刻正在距离家乡, 几千公里远的一个出租房里, 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 是怎么来这的, 而且她是怎么找到我的重处的, 顿时, 我猛的从床上坐起来, 高能预警, 逃避点赞, 厄运退散, 立马去客厅看了下, 诡异的是, 客厅里空荡荡的, 并没有奶奶, 那刚刚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我太累了出现了幻听, 就这样, 我没多想就去洗澡了, 洗完澡走出来后, 我忽然闻到了一股香菇炖鸡肉的味道, 仙儿啊, 洗完澡了吧, 快来吃吧, 奶奶今天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香菇炖鸡肉, 此时, 奶奶的声音忽然从厨房传来, 我愣了一下, 就赶忙跑去厨房, 只见厨房里正放着一锅刚炖好的香菇鸡肉, 旁边还有一兜家乡特产山核桃, 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 难不成奶奶真的来了, 我就满房间的寻找奶奶, 可找遍了所有套间都没见到奶奶的身影, 我就很那么的准备给老妈打个电话问下情况, 可我刚拿起手机, 老妈竟刚好给我打来, 只听着电话那头的老妈有些难过的说, 小甜, 刚才坦言向你工作不想告诉你, 但担心你以后保养我和你打, 还是给你折下私情吧, 你奶奶她走了, 你奶奶她走了, 有点天天, 你也不过的话就回家送下来吧, 听到这个噩耗, 我吓得一下摊软在地上, 看着那锅刚炖好的香菇鸡肉, 我猛的一下哭了出来, 之后, 我把那锅肉吃得干干净净, 那是我最爱吃的奶奶做的菜, 只是以后再也吃不到了。 多年前, 我在西北的一个工业园做保安, 和我一起值班的还有一个新来的人, 名叫阿爽, 奇怪的是, 阿爽一直戴着顶帽子, 从没见他摘下过, 我们园区共有两间仓库, 我们二人各负责一间, 就在这晚, 我犹豫闲得无聊, 就准备去找阿爽聊聊天, 可我刚靠近他的办公室, 就忽然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透过窗户我看见, 阿爽好像在跟人说话, 边说边比话, 聊得貌似很热乎, 顿时我就很纳闷, 这大半夜的究竟谁在他办公室呢? 我就赶忙好奇的走进去, 可推开门我却傻眼了, 只见空旷的办公室里, 只有阿爽自己在那对着空气说话, 我赶忙叫了下他, 这时阿爽赶紧转过头来, 阿爽你在跟谁说话呢? 什么说话? 我没说话, 经过一番争辩, 阿爽却一直矢口否认自己说话的事实, 我也只好无奈的离开他办公室, 但这件事在我心中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之后的几个晚上, 我经常透过窗户看到阿爽在房间里自言自语, 甚至有次还听到他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 聊得有说有笑, 还时不时对着空气拥抱, 那动作就好像在搂着一个女人, 但阿爽除了晚上的这些奇怪举止外, 说话办事都是十分正常, 说他精神分裂也不太合适, 直到这晚, 隔壁的园区突然着起了大火, 渐渐的火势蔓延到了我们园区, 刚好烧到了阿爽所在的仓库, 我慌忙跑去了阿爽的办公室, 只见阿爽早已被烟雾呛的休克倒地, 我马上将他扶起来高能预警, 逃避点赞, 厄运退散, 可一不小心把他帽子弄掉了, 帽子掉了后我才明白, 他平时为何一直戴着帽子, 原来在他头上有一颗青紫色的肉油, 可令人奇怪的是, 那颗肉油还在不停的流动, 好像里面有什么活的东西一样, 我正想去触碰下这肉油, 可这时阿爽忽然醒了过来, 直接起身戴上帽子, 匆忙的离开了这里, 后来阿爽为感谢我救命之恩, 特地请我吃了顿饭, 吃饭时, 阿爽才把这件离奇的过往告诉了我, 原来阿爽几年前在老家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叫阿娟, 两人从小是对青梅竹马, 每天在一起都有说不完的话, 终于经过父母同意, 二人准备结婚可就在结婚的前一日, 一次意外的车祸, 让相爱的两人从此阴阳相隔, 这个剧烈的打击对阿爽来说, 简直是晴天霹雳, 其间阿爽曾多次自杀, 索性都被家人救了下来, 终于村里的阿婆再也不忍心看阿爽这么难受, 就决定帮她见到去世的阿娟, 只见阿婆从碗中拿出一条蜈蚣, 并在阿爽头上划了道口子, 然后就将那蜈蚣放了进去, 接着缝上了口子, 之后阿爽就神奇的看到了去世的阿娟, 从那以后阿爽再也没和阿娟分开过半步, 并决定永远和她在一起,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 但每次想到我都会发自内心的祝愿他们, 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未完成的爱情故事, 在我们学校寝室到教室的路上, 有一段十几米长的高坡路, 就在这天, 我下课后回寝室经过这里时, 忽然听到背后传来声音, 快跳, 顿时, 我就不由自主地往前跳了下, 在我回过头后, 奇怪的是, 身后却没有任何人, 我又环视了下四周, 依然没有任何人, 瞬间, 我心里吓得我一颤, 就赶忙离了寝室, 回到寝室后, 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机友阿杰, 但阿杰听后却完全不信, 你出现, 换听了吧小仙, 这世上哪有鬼, 都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我真没骗你, 不信改天, 你跟我去试试, 于是, 四日白天, 阿杰就和我一块来到了那段高坡路, 刚走了没几步, 我忽然再次听到了那声音, 快跳, 就不受控制地往前一跳, 听见没, 阿杰, 我就是听到了那声音, 才不受控制地跳的, 胡扯吧, 我看你就是故意逗我的, 我怀疑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所以产生了幻庭啊, 没骗你, 真的, 听到那声音, 我就感觉背后有人猛推我一下, 非跳不可, 要不陪你去医院, 看下医生吧, 于是, 我就在阿杰的带领下来到了医院, 但经过检查, 却没有查出任何毛病, 就这样, 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二狗, 可二狗听后, 却直接叫来了大师, 小仙, 这位大师乃坤伦山隐一人士, 对于邪门儿的事情, 没有他处理不好的, 之后, 大师就长篇大论地吹了半天, 最后却只给我了一个护身符, 四日, 我就带着那个护身符再次来到高坡路, 但依旧听到了那个声音, 快跳, 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跳了下, 就这样, 连续好多天过去了, 每当我经过那里时, 都能听到那声音, 时间长了, 我一次跳得比一次远, 就这样, 在学校运动阵时, 我离所应当地获得了全校校园冠军, 直到那一天, 我像往常一样经过那里, 听到那声音后, 我轻而易举地跳了好几米远, 带我刚站稳, 突然听见身后, 传来了一声轰鸣, 我迅速转身看去, 直见在我刚刚跳的位置, 它现了一个大坑, 那大坑很明显就是被什么东西炸开的, 若是我没有跳这么远, 绝对会受到波及, 后来经过专业人员处理, 我才了解到, 原来这条路下面, 很多年前曾是地道, 里面有很多战士及土雷, 但不幸的是, 后来被鬼子发现, 就放水罐和炸弹炸, 地道全被毁了, 好多战士也都牺牲在了里面, 后来人们小心翼翼的将烈士的白骨捧出, 在不远处为这几位烈士修建了几座坟墓, 等路修好后, 当我再次经过那里时, 就再也听不到那声快跳了, 因为我知道, 那声快跳是烈士对我拯救的呼唤, 由于我的外卖随断, 无声带来了这件可怕的后果, 最近我由于忙于工作, 就很少出门, 每天都只点同一家外卖, 最大的原因, 就是这家外卖配送超准时, 但恰巧下雨这天, 我饿得出奇, 就又点了这家外卖, 可到了送达时间, 也没有见外卖送过来, 就这样超时了五分钟, 顿时我就很不爽, 就使劲催单, 就这样半小时都过去了, 外卖还没送来, 正当我火冒三丈时, 门却被敲响了, 开门一看, 正是外卖小哥, 当他递给我外卖时, 我惊呆了, 只见摊河里的外卖全部撒在了袋子里, 并且袋子里还灌了很多雨水, 顿时我就更生气了, 就冲着外卖小哥一顿大骂, 你怎么回事, 有没有职业道德, 我都饿了多久了, 再说你看看这个袋子里都什么东西, 让我怎么吃, 但外卖小哥却一直弯着腰不停的赔礼道歉, 但我却完全觉得不解气, 就一直对着他骂, 直到骂的实在没了力气, 才回房间去了, 高能预警, 炒币点赞, 厄运退散, 可刚回到房间没多久, 我手机就来电了, 接通才发现是饭店老板打来的, 不好意思啊小先帅哥, 因为发生了一点意外, 您的外卖没办法送过去了, 前几分钟后会自动退还到您的账户, 不如我就愣住了, 那刚才送来的外卖是怎么回事, 想了半天, 我忽然感到有些恐惧又有些内疚, 下面我们通过海龟汤的模式来推理一下, 为什么我忽然感到恐惧又内疚, 下面由你们来提问, 我只能回答你是与不是, 是因为你担心是店家故意针对你吗? 不是, 是因为刚刚给你送外卖的小哥不是人吗? 是, 我知道了, 你点外卖那天是下雨天, 订单送出肯定会有一定延迟, 但你却使劲催单, 导致店老板使劲催外卖员, 外卖员就很着急的骑着车, 无声路上遭遇车祸, 丧失生命, 但外卖员却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去世了, 靠着最后的执念, 还是把订单给你送达了, 当你意识到这些时, 自然会觉得恐惧, 但想想外卖, 小哥出车祸的原因, 归根结底还是你催单导制的, 所以你才觉得内疚, 中元节这天傍晚, 小明破雨紧急出差, 经过了这片阴森的树林, 一路上荒芜人烟, 让小明觉得很甚的慌, 就加快了车速, 可是当他经过左鸣桥时, 桥墩忽然断了, 小明和他开车一块掉了下去, 可当掉到一半时, 车子忽然莫名奇妙的糊了起来, 慢慢的回到地面, 小明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感到很疑惑, 于是就下车看了看, 下车后, 他看到周围并没有人, 捡了龟了, 哪张菜是杂贿是, 小明越想越觉得离土, 就准备慌忙上车, 可正这时, 他的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人, 小明吓坏了, 因为这个人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五年前的那一天, 也是一个傍晚, 天空下着大雪, 沙雕医院急诊中心, 十分钟前收到急救电话, 在索明桥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路铸车已在去途中, 留守在急救中心的护士小明, 正做着准备工作, 突然门口像一阵风挖过一样, 等小明抬起头, 发现一位身穿浅蓝色衬衫, 面色苍白的男人, 正着急的站在柜台前, 大夫, 我的太太和儿子发生了车祸, 请赶快准备, 大量爱行和AB行血, 还有我的太太手臂合住骨折断, 我儿子的两条腿都断了, 请你赶快准备器械, 一定要让他站起来啊, 求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说完那男人却准备离开, 这时小明才发现男人的额头也在渗着血, 你也在溜血, 赶快咸薄砸下吧, 不用了, 我没事, 只要你们尽力救他们, 我就十分感激了, 那男人回头说完, 便匆匆走了出去, 小明心想, 不管真假, 先备好A行和AB行血也无妨, 过了十分钟左右, 急救车回到医院, 车上推下一对已经昏迷着母子, 医生赶紧跟着进了急救室内, 精快速检验, 这母子俩果然是A和AB行血, 小明提前准备的血液几乎是血中送炭, 又过了一会, 门外第二次折回的救护车推下了男主人, 小明看到, 正是刚才那位穿着浅蓝色衬衫的男人, 就上前想与他了解情况, 但拖着急救床的医护同事却像摇了摇头, 小明忽然明白了, 这个男人救活的可能性很小了, 小明非常疑惑, 咋会是, 刚才还听好的呀, 后来参加救援的同事们告诉小明, 去到现场时, 这一家三口被牢牢的夹在车厢内, 最难解救的正是男主人, 当医护人员给他带氧气罩时, 他似乎用尽所有的力气只说了三个字救他们, 然后再也没苏醒过, 小明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那男人的魂魄前来向自己求救, 这也算是自己救了他妻子和儿子, 在我死后, 我的魂魄就一直停留在这儿, 今天刚巧看到你经过, 不慎掉牙, 于是我就救了你一命, 这也算是感谢五年前你救我妻儿的恩情, 今天多亏你, 我太奸倒一跳命, 真的太干涉了, 说吧, 那男鬼就消失不见了, 小明深爱着花花, 这天他去向花花表白了, 花花, 我喜欢你, 做我女票吧, 你喜欢的只是我这张俊俏的脸而已, 等我老了, 变丑了, 你肯定会变心, 之后的日子, 哪怕小明每天坚持给他送早餐, 雨天给他送伞, 给他手机充话费, 都没有感动到他, 不过, 在微信附近的人上面, 花花却和别的男生聊得热火朝天, 但是聊得男生多了, 花花就总结出了一个道理, 男人都喜欢脸蛋漂亮, 身材好的女孩子, 谁也不例外, 都是一群视觉动物, 哎, 想找个真心对我的, 不在乎外表的男朋友太难了, 哼, 看来, 我得想个法子, 测试下这些臭男人了, 于是, 花花就在网上找了张丑抱的女生照片, 并且用TS把他屁的更丑, 发给了那些找他要照片的男生, 发完之后, 可想而知, 对于男人这种视觉动物, 见到如此丑的照片, 立马避而远之, 删掉了微信, 不再联系了, 往后的几天, 每个跟花花聊天的男生只要说要照片, 花花就会发那个很丑的女生的照片给他们看, 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天放学后, 外面的天空忽然风雨交降, 花花一看自己望带伞了, 于是就发了个朋友圈, 她以为一向终于自己的小明会来给自己送伞, 但是等了两个小时, 也没有等到小明, 真的看透了小明, 口口声声说爱我, 这还不跟那些网上的臭男人一样, 往后的几天, 花花再也没有见过小明, 小明就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 这天, 忽然有个附近的人跟他打招呼, 花花打开一看是一个叫鬼男子的人, 头像是一片黑什么都没有, 花花很好奇, 不一会男生开始回复了, 说完花花紧接着, 就把那张很丑的照片发过去了, 这男生太逗了, 我就不幸看见这么丑的照片, 还能说什么喜欢我, 不一会鬼男子回复了他, 当花花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傻眼了, 心中很多个问号过了很久, 鬼男子都不再回复了, 当天晚上花花怎么都睡不着觉, 一直觉得很奇怪, 后来花花终于睡着了,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 谁, 竟然这么晚打电话, 要不要人睡觉了, 花花, 是我, 小, 小明啊, 花花一听, 非常愤怒, 小明, 你有病吧, 这大半夜的打来, 你烦不烦啊, 花花, 实不相瞒, 其实我在前几天就已经死了, 现在又一门关打开, 我才有机会给你打个电话, 你真的有病吧, 不知道我胆小吗, 还大半夜的给我开这种玩笑, 花花, 真的, 我已经死了, 不然这几天肯定会去给你送早餐的, 说吧, 小明那边就把电话挂断了, 花花仔细想了下, 小明这几天的确没有出现在过自己的视线里, 于是第二天, 他亲自去了小明家里确认下, 果然, 经过小明妈妈的诉说, 花花了解到原来小明真的死了, 还是因为自己死的, 就是那天下雨, 小明为了给花花送伞, 因过于着急, 在路口出了车祸, 花花瞬间感动的哭了出来, 他很后悔, 后悔错过了真正爱自己的小明, 花花再次打开微信, 发现鬼男主的名字已经改成了满族, 并且给他留言, 我没有遗憾了, 我吹过你水过的晚风, 那我们怎不算相容, 可肉梦书星般的两首空空, 心也空,